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当然今天台北股市一定是开高高 这个没有问题 小朋友都知道 开高高很多人就会跑去追股票 对不对 想说等一下还会更高 对老船长你怎么知道我们怎么想的 我就说过我是各位肚子里面的蛔虫 是不是 那很奇怪 放廉价之前周末礼拜五拼命杀 跌了498点 你把股票杀在相对的低档 没错吧 是啊老船长 我们卖完之后很难过的去吃汤圆 没有噎着吧 那放完价回来你又跑去追高高 啊对了这就是老船长常讲的嘛 散户的看家本领啊 干什么 追高杀低 马上印证有没有神准 嘿真的耶老船长 我们礼拜五 这样子看到大盘要死 跌498点 受不了了 很多人还杀在最后一盘 刚好杀在最低 那台北股市啊今天几乎是开最高啊 那你吃汤圆的时候呢 心情很不好 对不对 股票杀光光杀在相对低点 但是想着啊 美国股市啊 又反弹 哇今天还是要把股票追回来 所以一开盘啊 你不管三七二十一啊 追啊 嘀呜 蹦系 那 是不是贪婪跟恐惧 一直啊 在你的内心里面啊 召唤着你啊 你会贪婪 你就会追高 你会恐惧 你当然会杀低啊 所以来到股票市场 很简单嘛 克服贪婪跟恐惧 你就是富豪啊 这个讲起来很简单 但是做得到的没有几个人啊 那老船长你做不做得到 我如果做不到 我在这边讲什么呢 对不对 我不是跟你讲的吗 你是新来的吗 所有资金压 这一档买这里 对不对 上来 洗不出 上来 洗不出 那今天收在这里 跟我们买在这里 有什么关系啊 这里还有几十%的空间啊 对吧 你如果说是在那边每天炒短线的 那你友达你一定是追高杀低 哪怕友达过两天创新高 达到大摩的目标价22块 你还是赔钱 真的耶老船长 这个股票不管怎么涨 我们永远是赚到那个赢头小利 然后输啊都输一大段 这就是因为你喜欢追高杀低啊 你不懂得在底部的时候 勇敢的买进啊 然后呢 这中间震荡的过程 你要能够忍得住 像今天有很多的分析师啊 一定是怎么样 开盘就把友达卖了嘛 为什么卖 有赚钱吗 当然没有啊 就是之前追的 今天早上开高 有没有 想说啊 小赔啊就把他卖掉算了 那种心情就是这样子啊 对不对 然后大家看 涨不上去就一路卖啊 当冲客开盘进来 想说大概拉上来就嘎 也全部死掉啊 尤其今天的盘市啊 就是这样子啊 一路杀嘛 那个股当然也是开高走低 开高走低 那不用讲了 对不对 像这个也是啊 星星啊 对吧 还有这个啊 这个明天要开 这个明天是开法说会哦 怎么看起来是像开法会一样啊 阿弥陀佛我勒 叮咚 不会啦 群创不会死 等一下我会讲 所以今天我们节目的重点很简单嘛 你呢 要在股票市场 你说你想要开名车 又想要住豪宅 麦克风嘟过去 凭什么 凭我每天啊当冲 或是我隔日冲 每档我赚个三五毛 够手续费 多一点我就跑 对啊 你跑去哪里啊 我没有看过这样的人会赚钱的 我举个例子 你们今天看节目 你注意看哦 你注意听 因为股票太多了 我不可能一一举例 你只要抓年后 从年前开始到我们这个过完年了 农历年 汤圆都吃完了嘛 对不对 最强的还是面板股 对吧 那面板股今天也是一样 跟其他股票开高走低 很正常啊 对吧 对啊老船长 那你就注意看今天的节目 有很多人告诉你说 面板股 举例 比如说群创 他说他出这的 一开盘就出 或者他跟你说 友达开盘他出这的 我给你挂保证 你如果是他的会员 你绝对不可能 买这里的 而且全部重压 你如果是他的会员 你一定是买这边 然后出这附近的 没什么赚赔 因为他跟你一样 就散户啊 波段是什么概念 你们知不知道 第一个需要时间 从这里 涨到这里要几天的时间 各位自己算 两三个礼拜 台湾的头顾老师 都一天就达成了 为什么 只要今天 比如说拉 像这一天好了 这一天最高 对不对 他只要印一张字卡 说他们有达 会员有有达 会员买哪里的 就是买当天的 他就跟你讲 我的会员有有达 你看看好不好 讲这句话听起来好棒 可是他没有讲 是今天买的 这就是话术 那全国只有我一个敢讲 我所有收到 我常讲我的口信 是那种语音的 比如说你电话一响 老船长 我本人的声音 买进有达 所有资金 不能有其他股票 就全部买这一支 这边我就发口信 每天发 这里我也发 我的发发发发发 沿路就发 任何一个时间点来 都是所有资金 买一档有达 说谎赔五亿 八千万新台币 到此有任何一个 可以比照我 我退出投顾业 你看我会员赚多少钱 回一点 少赚一点没关系 问题是今天收盘 你已经输到不成人形 因为你的老师 叫你买台积电 有没有 你回答我有 还是没有 买台积电最稳 跌的时候 你的老师就说 乖 台积电世界第一 对不对 跌没有关系 它还是会涨上来的 知道了吗 什么 多久解套 18个月之内 一定解套 乖 对 很好洗吧 把你洗过来 洗过去 你呢 就乖乖的 跟猪脑袋一样 我的老师 带我买台积电 何错之有 怎么可能会错 买台积电还错 开什么玩笑 对不对 护国神山 对 所以我就说 你们这些猪脑袋 买台积电还要参加投顾 那问题是 他如果带你买这的话 OK啊 带你买这里也不错 带你买这里的话 这边出的话 也蛮厉害的 但是涨幅还是输给我们的 我打很多 对不对 结果你的老师带你买这的 或者是买这的 现在疏死 疏死听得懂 我们不一样 我们赚翻 我们买这的 收这赚翻 那你会费是交给谁 现在你知道吧 就说我知道 这个市场上一定有分析师 玩这一招的 我太了解 这叫求稳 只要会员不退费 他就稳住了 假以时日嘛 台积电如果真的跌 他就很好讲 我也没办法 对不对 我已经带你买护国神山了 这么优秀的股票跌 也不是老师的错 对不对 盘势就不好 你看看 厉不厉害 那你还说你不是猪脑袋 或者说你自己做就好了 对不对 而且事实上证明 一直在喊半导体 你看那个鼠年的尾巴 一直喊到怎么样 金牛年还在喊半导体的 专门有人在喊半导体 就后来 他开始喊半导体 半导体就一直跌 代表作就是台积电 那人家在喊半导体的时候 我在看面板友达 没有人相信 我在这边讲友达 人家说你神经病了 这股票已经整理两个月 你在这边喊友达 叫人家把所有资金都全部压了 买这一档 我们看节目 看你有神经病了 老船长 对 人家都喊台积电 护国神山 对不对 学生都来买零骨了 你知不知道 老船长 你连学生都不如 对 转翻 测标写很清楚 本周会不会达标 你很想知道 对不对 喝一口水 不要走开 I will be back I will be back AI 智慧系统 您需要更全瞻 您需要更全瞻 更专业的团队 但您避开风险 再创财富巅峰 顾得投顾 洽询电话 0800-555-808 那么太多的股票开高走低 这里面也有比较惨的 比如说3293 像这一种 我就不会解了 7亿的股本 你去买这一种 一张呢 跌停板 还要700多块 你可能钱太多了 你如果钱真的很多的话 你来参加我的会员 应该会更多 你买这种股票 你钱再多 早晚 那是叫我常讲 day and the night 叫做早晚 台北股市有太多股票 可以买 你去买一个 七八百块的星象 干什么 你说你星象买在 比较便宜的地方 我没话讲 还有人买1000多的 老船长你也会讲 事后讲谁不会 错啊 我是用本益比的概念 你自己不会把星象的股价 除以怎么样 它的EPS 而且是预估的 本益比很高 你就不要买嘛 老船长 台北股市 16000多点 还有本益比低的吗 有啊 友达连本益比 10倍都不到 10倍都不到 现在已经有人 估今牛年 友达的本 这个EPS 3到4块 本来去年估 2块多今年 现在有人 法人估到 3到4块 那我们给他打折好不好 就算3块好了 那如果友达的股价 涨到30块 30除以3等于多少 这很困难 不要问我 听说是10啊 摄影师跟我说是10 我们姑且相信 他的数学程度 好不好 30除以3是10 那也本益比才10倍啊 如果友达涨到30 他的本益比 我没有说会来哦 主管机关说不能够讲目标价 我说如果这样算本益比是10的话 那各位观众啊 大家还在卖 我不知道在卖什么东西啊 尤其是那种喜欢做短线的 会员永远都疏死的老师啊 很喜欢哦 啊他先走了 走完呢 比如我举例 比如本周友达棒棒棒 明后天开始大涨 过了大摩的高点 哎他又有了 为了谁的名 又带会员追啊 看冲高快涨停又追回来 就整个波段 我们比如说已经赚到翻过来 对不对 他的会员加起来 整个大波段 比如说总共涨了10块 他的会员大概赚8毛 扣掉手续费 但是节目上表演的跟真的一样 你们有没有看过这种分析师 那就是偶尔你看 尤达群创长 他就出来表演的 偶尔哦 那像那种 有一种比较白痴的分析师 就是下雨天也讲 大太阳天也讲 长也讲 蝶也讲 这不是白痴分析师吗 听说叫古海老船长 你有没有听过这个分析师 有够白痴的 对不对 人家都知道避重就轻 是不是 到时候只要出来骗说 你看我会员有尤达 哇赚翻了 对啊 赚8毛 很可悲 这是 我讲台湾的这一套 拿去对岸中国大陆 就要抓起来关了 那在台湾不用关了 对不对 他有没有 他讲话都有话术 他会员有没有友达 有啊 他有没有叫友达 有啊 都有叫啊 但是他没有告诉你 他的友达 是买几成的资金 什么时候买的 都不讲 你们这些观众呢 他就认定是猪脑袋 很好骗啊 对不对 有哪一个分析师敢像我这样讲的 哪一个你告诉我嘛 你们把那个YouTube的那个带子 调到这几天 这几天节目 我如果没有跟观众说 我们全部重压 只买这一档的话 每一个观众就是赔5亿8千万新台币啊 还没讲完哦 如果这边全部重压 这里就卖光光了 剩下都表演的话 每一个观众再赔 还有会员赔5亿8千万新台币啊 老船长你可能是卖这里的啊 我直接跟你讲 这里买 这里一张都没有卖 到今天一张都没有卖 说谎 在每一个会员赔5亿8千万新台币 我就说啦 有人可以像我这样 我退出投顾业啊 那这段时间谁赚最多 当然我的会员嘛 你参加任何老师都一样 这一段日子 你在那边追高杀低 输死了 我们这个友达赚了几十% 你知不知道 明后天一转强 搞不好创新高 过了大摩的高点 哇 大家又有友达了 这就是台湾的头顾嘛 所以 你们一定要养成习惯 就是说我今天我要参加一个老师的会员 我要观察他 其实台湾的头顾很简单 你只要看三天的节目就知道 他是不是在鬼扯唬烂了 三天一对照就知道 而且是跳跃式的 怎么今天涨什么 他这一集就有 明天再追踪看没了 明天换什么 明天换明天涨的股票 这种就是纯片 我教你们破解很简单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这样子 那你能够找到一档股票 就像我刚刚讲的白痴老船长 对不对 长也讲 爹也讲 晴天也讲 这个夏宇天也讲 只有我一位 没有第二位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的会员 友达可以赚到数钞票 数到手抽金 那友达当然不要卖 因为还没有涨完 他现在本益比 这样算起来 十倍不到 对不对 如果以三块来算的话 人家说今天赚三到四块 算三块就好了 那今天收盘呢 本益比多少倍 六倍多 卖什么呢 就因为他今天跌 收黑 就在这边跟大家表演说 我们这边出掉了 神经病了 我告诉你 一张都不卖 因为你很简单 你现在把友达卖掉了 然后你要买哪一支 你是要去找一支 本益比六倍七倍的 你找给我看 老船长很笨 都找不到 麻烦你找给我看 而且要好尽好处 可以买五千张一万张 对吧 这才是真正的分析师 那种看图说故事 盘中连线的 今天你知道我早上开车上班 听广播 我听到一个很有名的主持人 一位女性的 这个姓陈 我这样点就好 不要直接讲太明 他就问受访的 就是早上有 就是节目嘛 都会受访 连线 电话连线 后有的是到现场去 那主持人就说 你觉得今天这个盘是不是开高 他说对啊 大家都认为开高 主持人就追问他说 那你觉得会开高走低 还是开高走高 主持人连续问第二次 他忍不住了 只能够回答 因为主持人就很在乎 开高谁不知道 对啊 结果他说 这个盘当然开高走高 对 开高走去哪里 请问这位分析师走去哪里 系 他需不需要负责任 不需要负责任 什么时候再上这个节目 不知道 胡说八道 就看图说故事 看到美国股市大涨 然后气氛不错 就说这个盘开高走高 还说台北股市命很硬 我快笑死了 这样子在分析的 可以干分析师啊 可以说乳秀未干 胡说八道年轻人 我不要讲他的名字了 我也不知道也不认识 我只是觉得说 你有这个机会上媒体 你就是要有一种观念 你今天说了一句话或怎么样 可能会影响到 看你节目 或听你节目的投资朋友 你不能儿戏 随便讲 对不对 这样子是很要不得的 那我知道很多观众 这一段日子也就是在这边 没有跟我同步 不可能 你们观众不可能 可能在这边同步了 现在你们友达 可能还小赚一点 有的比较糟糕的是追在这里 是套牢的 我知道大部分你们到这边的时候 开始相信古海老船长 你看距离我们多远 那不管 你现在不是我的会员 你有友达 对不对 我就给你摆明了 今天不要出 但是明后天 友达要不要出 或是他还会再创新高 如果你先出了 到时候 甚至连大魔都过了 你会很痛苦 那怎么办 我跟大家讲 你注意看 老船长是玩真的 不是跟你玩假的 来 你来 老船长带您转换 就说你不是我的会员 你现在手上有友达 对不对 那你现在手上有友达 什么时候要出 这件事情是不是很重要 好 那你如果相信老船长 由我来带你转换的话 我到时候 该出的时候 我会叫你出友达 然后换这一档金牛骨 看清楚 不要小看这个动作 那比如说你今天友达出掉了 你出在最后一盘是收黑的 明天如果友达 棒又开高 然后而且是开高 不像今天压低是走高 你怎么办 你追还是不追 股票不用嘴巴讲 人人会讲 不要在我老船长面前讲这些 我在股市几十年的经验 所以我讲的是实战 各位听得懂吗 你现在就是有友达 你不是我的会员 那你怎么办 你出也不是 不出也不是 你很痛苦 你不需要痛苦 我既然可以带大家买 我的会员买到最低点 我自然知道什么时候要出 而且出了之后 重点来了 出了之后 你不是退出股票市场 对啊老船长 出了之后也不代表友达走完了 因为我会带你出 表示这个大型股 他可能要整理一段时间 然后他今天如果赚 三到四块 他可能还会再往上喷 但是这个整理的时间 你先跳出来买这一档金牛股 这样子你的资金运用 就会达到怎么样 完美的境界 我常讲叫做 Perfect 你希望完美的人 麻烦你拿起电话 你不要每天再过这种 很痛苦出或不出 而且你的老师已经不理你了 他还在继续骗 那如果你今天肯拿电话的话 你到时候有达 你看到今天这个位置 很漂亮的出 然后最重要是那一档金牛股 我想办法帮大家找一档 可以赚一辈的股票 因为金牛股 今年是金牛年 取这个名字 各位懂了吧 现在开始拨打电话 一定大报现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